大家好 所有做过交易与投资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做交易与投资的决定 基本上就是走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顺势 第二种就是逆向 那顺势呢 就是根据价钱的走向来走 那么交易中有一句话 就是趋势为王 英文叫做trend is your friend 那么跟着趋势走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市场过去一直在往上涨的话 那么我们就做多 因为我们觉得说趋势很强 所以市场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你顺势的时候呢 你就是在赌说 过去市场的 未来市场的方向 会跟过去的市场的方向一模一样 可是很多时候呢 大家要知道 当你在做顺势的时候 它这个是一个滞后的指标 也就是说 它这个事情是要 已经发生过了 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说 这市场是一直在往前走呢 在往上走呢 就是它过去在往上走 已经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并且呢 它也涨了一段价码 已经涨了一段价位了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市场往上涨了 我们顺势的指标出现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 往往很多时候 市场就在那个时候 或者不久之后 它就往下崩 或者方向就逆转了 那么做这个东西 吃了这个亏 做了很多次之后呢 很多人开始就探讨 另外一种方法 于是呢 大家又发现了 那么我们就逆向来做 对吧 那所谓逆向来做的话 就跟顺势刚好相反 逆向就是说 如果市场一直在涨涨涨的话 那我们觉得涨得够久了 够多了 就是应该是该逆转 该反转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来做空 所以市场如果往上涨的时候 我们就来做空 或者是说市场 我们就等市场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我们认为说 已经跌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来做多 可是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你在做逆向的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等于说是 catching a falling knife 也就是说 你在尝试着抓一把 再往下跌的刀 有时候刀我们没有抓住 可是手却刮伤了 所以你顺势呢 跟逆向做呢 它都有好处 也有很大的坏处 那么有没有一种 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的优势 有那么今天我们视频 就要来讨论这个 那如果你对这 你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 并且是刚到这个频道的话 请你考虑订阅 好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回来讲 所以逆向跟顺势 我们如何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大家就知道 趋势为王 其实趋势如果有时候 开始启动起来的话 它的力量是很大的 它有时候往往可以走得很久 并且它的幅度也可以长得很高 当然唯一的不好处就是 绝大多分的时间 很多时候市场 它并不是常常存在趋势的 对吧 那么OK 那逆向的话也有好处 逆向的话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话 有时候我们在 作为我们入场的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掌握的比较好 因为市场不可能 永远都是往上涨 或者永远往下跌 那困难就是说 我们如何两个结合起来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好 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在趋势的时候呢 我们抓住一个大的趋势 等到趋势往下调整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对的地方 好的地方 我们再来入场 也就是说 如果总而来讲 趋势是往上涨的 我们不要去追它 我们等它往下调整 到了一个好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来入场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我们有总体的趋势 来替我们作为支撑 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不会说像刚刚在讲的 在尝试再接一个往下掉的刀 那么作为这一种方法的话 我们要怎么来做呢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在上一个视频 我待会放在连接下面 我们一组位有三条主力线 那这三条主力线 是用来告诉我们市场的趋势 以及它支撑点 跟主力点的一些价位的预估 可是光这个还不够 我们还要另外有一套系统 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根据我们这种 我就是叫所谓的综合分析 也就是我们是顺势的逆向错法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是有重有横 有上有下 这种做法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来就是发展出一套系统 让我们更好掌握入场的方式 那之前 在之前的那个视频影片我也说过 我这一套系统 是综合了我25年交易的经验 从10年前开始研发了 那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一共花了5年时间 其实上这5年时间呢 有前两年 就是在研发这个三条主力线 跟他们的应用方法 然后接下来的两年呢 就是在做这个 我现在叫做趋势GPS 就是趋势导航系统 这个趋势导航系统呢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趋势 它现在虽然是往上 然后可是就开始在 开始在调整的时候 什么时候又要重新启动 OK 所以这个趋势导航系统 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这个趋势又要开始 继续了 然后就是很好的入场的 入场的方式 入场的时候 首先 那我跟大家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系统 花了我两年的时间呢 因为我们之前 在全方位分析的时候也讨论过了 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时候 我们要以全方位 综合东西的判断 绝对不是说 一直在加 把市场再加更多更多 相似的指标 或者是完全 对冲相反的指标 如果说你在这张图上 你加了趋势的指标 你顺势的指标 你又加了震动 也就是逆向的指标 两个是互相冲突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客观的 有用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这一次 为什么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做这一个趋势 导向GPS这个入场的信号 就是我要一个完完全全 跟这三条阻力线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算法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哲学 一个不同的方法 这样的话 我们判断市场才能够更立体 才能够更直接 所以我才叫做中横 横的话就是时间面 之前我们讲过时间 我们要看不同的时间点 像要看日K图 周K图 月K图 甚至看那些分钟图 小时图 对吧 这是横的 因为时间的话是由横的摆开的 那中的呢 就是我们看这一个趋势 趋势它有上上下下 所以中横的判断 并且是要不同的算法 不同的数学 不同的一种概念 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出来才能够客观 才能够精准 才能够有用 好 所以大家现在了解了 趋势 它这个导向图 这个GPS 它的算法跟这三条阻力线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才能够互相的相辅相成 那么在这个图表上 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 之前有三条线 我们已经讲过的 绿色是短期线 粉红色呢 是中期线 紫色呢 是长期线 那大家会看到 在这图现在又多了一些点 还有甚至一些十字架 OK 基本上只有两组色序 有蓝色跟绿色的 还有粉红色跟红色的 那么如果大家看到 OK 我现在用一个 蓝色的圆圈标起来 在图中呢 大家现在看到一个 蓝色的十字架 然后在下面呢 也看到一个蓝色的十字架 基本上 在中间这个 第一个这个图的话 只是 我只是把上面 这些十字架 这些点 搬到下面来而已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想 如果这个点 如果觉得太干扰 这图太多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取消掉 我们就不用出现在图上 我们就出现在下面上 不过基本上 它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现在再把这个十字架放回来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他们是 他们出现时间是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画一条线 看到没有 它的出现时间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表示它只是一个是 我们就画在图表上面 另外一个是画在图表下面 就这样子而已 并没有差那么多 OK 好 十字架的出现是代表什么 在这个图里面呢 它一共有两种颜色的十字架 要么就是蓝色的十字架 要么呢 就是红色的十字架 粉红色的十字架 来粉红十字架出现在这边 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在这个图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同时出现了两个十字架 一个是粉红色的十字架 一个是蓝色的十字架 粉红色的十字架 代表就是说 它的下 往下走的趋势开始了 它是跟一个趋势导向 OK 蓝色十字架 代表往上走的趋势开始了 所以你看 虽然我们用三条主力线 我们就已经可以有自己 可以判断趋势的能力 不过这条趋势导航系统呢 它有自己另外一套特殊独立出来 在判断趋势的指标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综合来看 所以在这段图里面 大家看到市场常常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所以一共出现了 第一个 它出现了一个 我现在用一个 我写个A吧 在A这边 在这个图这边 第一个市场出现了一个 蓝色的往上走的趋势的指标 然后再来B这边呢 它出现了一个 市场出现了一个往下跌 粉红色趋势的指标 然后再来它还有 它又出现了两次 再来C 这边它又蓝色的 就是往下的这个指标 又重复 趋势指标又重复 它又重复出现了第二次 然后再来D呢 又是这个粉红色 就是趋势向下的指标 它又出现了 那这就代表什么呢 这就代表这市场 其实它这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走的蛮多的 OK 那不过呢 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信号还不是在这里 我们的信号是在哪里 信号就是在这些点上面 这个点呢 基本上大家看到有一些点 OK我现在把这些东西先把它削掉 绿色跟蓝色的点 它出现在价位的下面 我现在用黄色的长方形标起来 这边有一组 基本上绿色的点跟蓝色的点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做多的信号 这就是该做多的信号 那么绿色的信号就是给我们预警 预设的绿色的小点出现 表示说这个时候市场如果反转的话 就可以做多 那蓝色的话就是确认的信号 OK蓝色就是确认 确认做多的信号 那么同样的另外一组的信号 我们大家看到另外一组 我现在用蓝色的圆圈标出来 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有红色跟粉红色的信号 粉红色跟红色的信号就是相反 就是叫我们做空 就是做空的信号 如果红色的点出现的话 在价钱上面出现的话 就告诉说这如果市场开始往下跌的话 都是可以做空 市场要做空的信号 那如果粉红色大点出现的话 就表示说这是确认的 已经做空的信号了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是在做多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现在 我现在再标一个A点 标回来这个A点 在这个A点 OK 我们这个信号告诉我们做多 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到 这一个 粉红色B点 它这个点出现的时候 市场就告诉我们 准备要做空了 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喜欢做空 或者无法做空的话 你之前如果有多仓 你有多的话 你就准备要那个时候 准备要砍单 准备要就是赚到钱 准备出来了 好吧 那么我们经由主力线的配合的话 我们更可以知道 更精准的预测这些侧位 对吧 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在之前的视频 我现在就不再多说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 现在用的给大家看的是黄金的图 这是黄金期货的图 那这个黄金期货的图呢 现在目前大家看的是日K线 因为在几天前 有一位朋友留言 他说让我看一看黄金的 所以我今天就用黄金来跟大家做个示范 做个范例 OK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看的是黄金的日K图 那我们这样子看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先顺便跟大家介绍这个系统 好 我们现在看的这是 第一个 我们先主要先看到的就是 粉红色的十字架出现在最左上角 大家看到没有 我用黄色的长方形标起来 左上角这个开始 他这个粉红色的十字架出现在代表什么 代表了往下去式的开始 对吧 那么你一般人如果说你要追的话也可以 因为他这个趋势如果出现的话 你要追也可以 不过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趋势的做法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滞后的 有时候往往你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个趋势已经结束了 所以做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讲也可以做 不过就是一般是你比较高端的人 然后你懂得怎么样停损应用方面 比较精准的话你可以去做 一般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机会 OK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再来接下来 这个粉红色的十字架出现了不久之后呢 这系统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确认的 粉红色的点 对吧 这是一个做多的信号 我们刚才说过了 再来呢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对吧 再来呢 又出现了一个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一波 如果根据这信号 这三个信号账做下来的话 你看这一轮就赚了多少钱 对吧 那这东西非常简单 恶药 非常明了 根本不需要去那边拆 或在那边做一大堆什么 这些事是而非的分析或怎么样 因为这是完全都由电脑 由系统自动计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只要根据他的做法 我们只要好好的根据我们这三条阻力线做好我们的停损跟我们的配仓方面 然后更重要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理好我们自己的交易的心理以及我们交易的纪律性 这就是所谓的系统交易 因为系统 可是你要做系统交易的前提的话 你这个系统必须要能够非常的精准 要能够告诉你一个 不是那种用猜的 因为我们在系统交易的时候 我们没有怀疑或者猜疑的任何空间 这就是系统的一种交易的方法 OK 所以这一道到现在这样子 然后其实都是配合起来的 OK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后来 到这边之后虽然还有信号出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中恒分析 恒的就是阻力线 对吧 直的话就是这个导航系统 你看到没有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粉红色跟绿色这两条阻力线之间 你后来看到这个黄色的长方形没有 市场就开始在那边盘了 所以虽然它有出现 还有出现这些信号 可是它的获益的潜在力已经不是那么高了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不需要在那边硬要进去做 要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或者短期点 做一些时间图 做一些那些什么小时表 或者用看更长期点 说实在之前已经赚了那么多钱 到这的话也不用太担心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下一波下一段的开始 OK 那我们现在再往前面看 我把这图放大一点 所以用手机看的朋友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在下一波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没有 蓝色的十字架出现了 蓝色十字架出现代表什么 之前我们说过了 蓝色的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呢 就代表往上向上的趋势的开始 对吧 开始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马上进去追 只是我们观察 我们现在要等它往下调整的时候 找到最好的点来买 然后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个出现了蓝色的点 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蓝色的也出现在这边 然后更有趣的是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阻力线了 它这是刚好碰到粉红色的阻力线 然后它破不了 然后那所以这两个不要忘了 这两个是完全独立各自分开 不同算法 不同方程式所得出来的不同两个系统 两个独立的系统 它告诉我们 那个都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吧 由主力 由那个粉红色的阻力线告诉我们 这是个支撑点 所以市场很有可能反弹 而由这个趋势 GPS那个导航系统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可以买的点 然后并且价钱也标给我们知道了 这个价钱在这边的价钱呢 这个价钱看一下 这个价钱在这边就是 阻力线告诉我们是 我会把这个图放给大家 放到这边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Power 2 就是这个粉红色 粉红色阻力线 它的价钱是1223.7 而在那一天10月31号 市场 它的最低价是1219.9 就算是1220 也就是说 它那个市场比那个稍微低了 大概将近差不多3点左右 有时候 它这个阻力线 有时候可以算到基本上 精确到最后一个小数点 可是 我却不希望它能够算到精确 小数点 我倒希望它能够算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下单 如果我们要买到这个价钱的话 对不对 如果有时候价钱是刚刚好的话 我们还说不定买 我们不一定买得到 它如果说价钱 我们放1223左右 然后它最低到1219的话 1220的话 它我们一定会做到这张单子 这样大家概念懂了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来 我们继续看 它这市场开始往上的时候 是不是 它也想要冲到这个紫色的线 它第一个先碰 破了这个绿色的线 很容易 然后它冲到这紫色线 可是没有碰到这紫色的线 市场就开始往下跌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看到之后 看到我们根据阻力线的分析 我们知道它冲不上去阻力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 这做更长期的 不同的时段的分析 不过我们就光看这个日K线的话 知道它冲不到阻力线 紫色的阻力线 那就准备 可以take profit 就准备可以 我们有赚钱 就准备可以平仓了 对吧 那我们再等下个机会 再来 OK 所以我们平常说 我们再等下个机会 在这边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蓝色的点 就给我们确认说 这个是一个股票可以买 就是 不是 这是黄金可以进场的时候 做多的时候了 对不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往上 然后接下来呢 同样的信号 又出现了三次 大家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些每一个信号 都是我们可以进场 做多 根据趋势走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也是在做逆向 对吧 因为市场往下跌 我们却是在做多 可是因为我们是跟着整个趋势走 所以我们就很大的程度 很大的范围之下 我们就减少了逆向做法的一些风险 我们就不再是再去接那个 一直往下跌的刀子 对吧 并且我们总是 我们的总的大势来讲 又是跟着趋势在走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优势 都往我们这边放 好 那么现在每次我们做过 我们不能够只单看一个图 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图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还有下讲就是 其实如果你现在 其实这个所谓的分析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因为这个系统已经做得很自动 所以每次一个图打开 你只要看有没有这些点出现就好了 对吧 如果有点出现的话 你就准备 绿色的 绿色跟蓝色点的话 就准备做多 对吧 红色跟粉红色就准备做空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一两秒都不需要 你就看打开就可以了 像阻力线的话 我们需要花点时间 因为为什么 因为阻力线的话 我们最主要我们还要分析他的价位啊 什么阻力点跟支撑点 所以稍微花点时间 不过这个趋势导航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在之前 几天前 我在跟那位朋友留言的时候 他问我说黄军的走向怎么样 我那时候 我跟他回答是这样的 我回答是说 短期间 中长线 是看 OK 我现在看一下 他说 我说目前来 我现在我留言是这样说的 我说谢谢留言 过几天我会专门做个视频来分析黄金 所以我现在就做了 那么目前来说 中长线依然看空 短线有做多的可能 不过短线的停存点 不要放得太宽 那这个是在四天前的时候 就是1月22号左右 2019年那时候 我跟他留的言 为什么那时候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现在这是三个 不同时段的线 最左边呢 是我们的日K图 中间呢 是周K图 右边呢 是月K图 所以我们根据 这个大家一看 很简单 就这样看 我们先看 周K图 周K图就是中线的嘛 之前已经讲过了 中线的话 他现在 他目前的趋势 是向上还是向下 是向下的 很明显 对吧 大家看到了一个 粉红色的十字架 OK 那么月K图呢 他是向上还是向下 他也是向下的 他也出现了一个 粉红色的图 粉红色的十字架 所以我才刚讲说 我们在中 长线看来的话 是看空 对吧 那可是呢 短期呢 他有做多的 多多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 四天前到时候 出现了 这个蓝色的点 所以短期的时候 四天前到时候 我跟他回答的时候 那天是在这一天 是在1月22号 是1月22号这一天 我跟他做的这个回答 那个时候 市场刚好 那个前一天刚好 出现了蓝色的确认点 往上走 那所以我们 就看 然后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阻力 真的很有用 第二天 他碰到了这个绿色的线 第二天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破 然后再来呢 下一天 他稍微往下回调了一点 可是呢 市场还是非常强 然后在上星期五的时候 啪了一个上去 他就往上直冲了 对吧 所以就是往上直冲 所以我想说阻力 我们停输点 我们放的紧一点 为什么 因为毕竟 你在中期跟长期 还是看空的比较多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从中期跟长期 看的话 这一轮上去 市场最有可能 到什么价位呢 我们要去看阻力线了 要么就是到这个紫色的 1310.1这边 如果那个破的话 那也可以 也可能到月K线的 1321.2 所以现在目前 星期五的时候 收盘价钱是1298.1 当然我们还没有看 小时图 如果小时图没有问题的话 这一轮 他走向是很有可能 他就是一定会 要挑战1310 甚至到1320左右 那如果你到1310 到1320左右的时候 我们根据这个阻力线来看 那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 有平仓 或者是反向做空的可能 所以 如果你现在能够了解这个图的话 有时候大家一看 现在讲的时候 花的时间比较多 可是如果大家看熟悉的话 有时候这个图 一画出来 这通通由电脑自动画的 一打开 我们花个几秒钟时间 我们只要掌握 这几个 分析的原理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不到几秒钟 我们就可以做出 对市场的判断 我现在再把这些东西 完全消掉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做出 我们可以多快的 做出这个判断 我们一定 首先 三个图展开 我们先从 长 中 小 看 从长期看 月K图 OK 现在在哪里 现在是红色 粉红色 所以他现在是看空 并且他现在已经快碰到 这个阻力线 所以有可能 可能有效晚弹 因为 对刚刚还忘了看 在月K图方面这边 他现在这个 他现在这个价钱 碰到这个紫色的阻力线 所以目前有可能 他到这边就开始反弹 就会往下逆转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对吧 那这个如果破的话 他就会碰到 1310跟1320 刚刚这边 这个当时两秒钟就看出来了 对吧 并且出现红色的点 不过因为这是月K图 所以月K 他的信号 有时候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形成 所以当然 OK 那再来我们再看周K图 也是一样 他是向下的 那就注意这个阻力线 两秒钟的时间 然后再最后看日K的图 出现这个蓝色的 那是阻力线 两秒钟时间 前后加起来大概10秒钟不到 我们就大概已经可以掌握住 这一个市场的交易范围了 那如果这个市场 他没有很好的信号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等他信号出来 我们就等 我们做小户最好的一个优势 跟大户跟中户不一样 就是大户很多时候 长江大家都知道 之前已经说过了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一直做多的 因为他们所肩负的任命 就是整个市场 如果说你是主权基金的话 你是肩负的整个国家经济 整个市场经济 他整个崩不崩盘的考量 所以有时候就算 市场在大崩的时候 你主权基金 也要并且进去互盘 就是 亏钱也要互盘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 那你中户呢 你这些中户像是什么 对冲基金 这些比较小的基金的话 他们进出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他们基金很大 他们有时候 他们不可能 一天之内或几小时 就把他所有东西做到 所以有时候常常看到市场 如果在大跌的话 可能常常就是基金 他们这些中型的基金 他们在做他们资金的调配 而我们小户呢 对不对 虽然我们资金不是很多 虽然我们很容易 如果不小心 就很容易全军覆没 可是我们最好的优势 就是我们非常灵活 一个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 几秒钟 甚至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反转过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我们的优势 跟缺点在哪里 我们要 我们要发挥 我们的优势 OK 然后我们要尽量的想办法 弥补 我们的弱点 所以我们弥补弱点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知己知彼 我们要知道 中户跟大户 他们是怎么样的操作 而用这些阻力线 用这些系统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 很好的全方面 综合性 中恒 时空 上下 就是有恒的 有值的 这个分析 好 那么 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现在大家 今天这是我第一次 因为之前我们看的都是美国股票的市场 所以 我知道这些很多信息量在这边 大家如果 第一次看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重复的看 然后重复的 研究一下 如果大家对我这个方法 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任何的问题的话 请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